美國防高官突訪台,記者爆華府底牌 穆尼克安全會議,烏總統做開幕演講 港區國安法肖然包圍各領域 台灣基進,勞工夏立賢訪中 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聲越南新聞,我是林思明 今是香港時間2月18日,星期六 下面是詳細的新聞報道 觀察人士擔心,中共近例內憂外患加深 可能會轉移成為內部矛盾,對外小範圍開戰 最可能的目標之一就是台灣 而台灣的安危取決於美國的立場 2月15日,德國電視二台駐華盛頓首席記者 特維森透露了一項與美國立場有關的關鍵信息 根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道 特維森當晚受德國電視二台一個節目的邀請 與作家佳傑斯討論美中兩國的前景 主持人藍知,問中方是否敢於冒險對台動武 特維森回答說,據他從美國總統拜登貼身顧問那裡獲得的消息 美國會做出堅決回應,與烏克蘭的衝突不同 如果中共對台灣動武,美國會採取直接的軍事干預 特維森提到,美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作用 也應該放到美中競爭的大背景下觀察 他表示,如果不阻止普京肆無忌憚地侵佔他國領土 中共就會覺得他也有能力征服台灣 而且西方軟弱,無力阻止 佳傑斯說,台灣問題之所以變得十分迫切 是因為習近平給自己加了時間壓力 因為他承諾會在他的任期內將台灣併入中國 但佳傑斯表示,就目前來看 北京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不大 他還認為習近平的申請對中國本身來說尤為危險 佳傑斯的著作包括 習近平,全球最有權勢的人 特維森說,美國會直接軍事干預 這個對台海局勢非常重要 因為美國是否為台灣出兵 一直是政客及學者 在討論兩岸關係時重點關注的話題 距離2024這個美台大選年 越來越近 台海局勢緊張程度正在持續升級 美國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 邁克爾米尼漢上將 1月27日在備忘錄中說 美國最快恐怕在2025年與中國爆發衝突 最有可能是為了台灣 他還在備忘錄中做出詳細指示 要求旗下部隊備戰 這個之後沒多久爆發的中共間諜氣球 入侵美國領土風波令中美關係降到冰點 在俄烏戰爭持續 而且中俄、伊朗越走越近的背景下 觀察人士再次提出新冷戰的說法 美國電視評論家張家敦2月18日發推文 形容當前全球著於類似1939年的狀態 1939年是二戰正式爆發的一年 德國入侵波蘭 導致英法向德國宣戰 戰爭從亞洲擴展到歐洲 現在的局勢則是令人擔心 歐洲俄烏戰爭的戰火蔓延到人態 2月17日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美國國防部專司中國事務的 輔助理部長蔡斯已經抵達台灣訪問 台灣和美國國防部都拒絕置評 蔡斯是三年多來第一位訪問台灣的 美國高級國防官員 上一次是2019年 東亞事務輔助理部長克里克 措訪台灣 台灣國防部致富國防安全研究所所長蘇紫雲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在去年9月美國國防部成立老虎隊 以確保台灣防衛戰力所需要的軍售、訓練等 代表美台合作的加速 所以與2019年克里克到訪相比 塞斯訪台別具意義 2月17日 莫尼克安全會議在德國召開 俄烏戰爭是最重要的議題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利用網絡發表開幕演講 他請求西方盟國加快軍援烏克蘭 還以聖經故事 穆同大衛與巨人哥里亞之戰 比喻俄烏戰爭的現狀 更強調 無論如何 巨人哥里亞今年都將倒下 澤連斯基強調 確保烏克蘭勝利是各國的唯一選項 認為烏克蘭不是俄國最後一個目標 澤連斯基呼籲各國加快軍援步伐 他說武器的延遲問題一直存在 這是錯誤 澤連斯基以聖經故事形容俄烏戰爭 他將烏克蘭比喻為年輕的莫洋人大衛 他認為大衛需要更強有力的彈弓 才能將巨人哥里亞俄羅斯擊垮 澤連斯基說 自由不能妥協 歐盟別無選擇 烏克蘭別無選擇 北約別無選擇 我們的團結別無選擇 澤連斯基的演講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外山尼亞提出 由歐盟共同出資40億歐元 幫助烏克蘭採購武器彈藥 由於莫尼赫安全會議開幕 剛好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賢訪中反台 謝哲偉在Facebook表示 他眼前浮認的是 國共並肩 至今仍然將台灣的自由民主污衊為 要聯手打擊的台獨警將 台灣民進黨籍 台北市議員趙怡昌受邀 參與今屆莫尼赫安全會議 還將與德國、新加坡的國防部長 以及立陶宛的外交部長 將進行小型閉門會議 上一次台灣出席 慕尼赫安全會議還在2015年 之後由於中共插手 會議主辦方 再也沒有邀請台灣代表 台灣主得代表 謝哲偉在Facebook發文 談到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賢 並率團訪問北京 謝哲偉批評說 當自由世界的人 同聲譴責普京與俄國 並同聲警告 習近平千萬不要侵犯台灣的同事 卻有台灣的政黨、政治人物、學者等向北京靠狼 真是令人感到背脊發亮 自由亞洲電台2月18日報導指 調查發現港區國安法條款正大包圍香港各領域 有分析認為外資恐怕因為風險成本過高 進一步離棄香港 去年9月 多家港媒引述多份政府物流服務處的招標採購文件披露 港府在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加入國安法條文 上星期 再有港媒根據多份土地招標文件發現 地政總署在有關文件中加入國安元素 可以即時取消入標資格、租約、買地資格甚至收回土地 港府上述動作都是直到媒體曝光 才被社會廣泛知識和關注 財經評論員顏寶江表示 各部門主動迎合港區國安法要求並不意外 由於這類動作對外界來說很敏感 港府當然不會主動說 顏寶江認為這種做法事實上出來的效果很可怕 恐怕進一步嚇走外資 加大了香港社會經濟恢復常態的難度 台灣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賢 在今月8日到訪北京與中共常委王滬寧 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 17日晚夏立賢搭機返台 台灣基進黨主席王興煥等前往抗議 據自由時報報道 王興煥當晚10點 述群眾在桃園機場第二行下外 高叫國民黨不倒台灣就不保 賣台勾氣出續集 射誓射中夏立賢等口號 向國民黨及夏立賢表達抗議 王興煥表示夏立賢今次再度訪中見到王滬寧 宋濤等統戰高官比去年8月訪中問題更嚴重 因為這表示中共對台統戰工作已經升級 對世界所傳遞的信息嚴重性更甚以往 王興煥說 中共是全世界唯一以武力威脅吞併台灣的國家 國民黨卻背棄政黨政治的基本忠誠 所以台灣社會應該迫切對中共建立敵我意識 不能將國民黨仿中當作無害的禮行事務 王興煥還指出 國際社會對抗中共擴張已經轉趨強硬 都在防折它的擴張 而國民黨卻是世界遺折中共擴張的缺口 不僅與台灣為敵 亦與全世界為敵 他直言台灣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能保 一再受國民黨牽涉 會削弱內部團結與國際社會挺台的信心 而一旦令國民黨取得中央執政權 也會令台灣成為世界孤兒 這則新聞已經全部播放完畢 多謝收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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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